实习马来西亚分会迎来两位马来西亚国际医科大学医学系实习生 在北海之际洗顺中心实习一个星期 实习的最后两天 并成和北海之际厂照中心职工志工 带领实习生与长者互动 体验厂照中心运作 我们每个星期就这边会有厂照活动 然后我们就想说让他们带动 可以特别的训练到他们的耐心 一页过后出来 两位实习生也为长者安排小游戏 增进与长者之间的感情也有所学习 如果人达到了一定的年纪过后 就是已经退休了过后 已经没有工作了过后 确实非常需要其实与其他人 继续与这个顺老师严接 看到他们也玩得很开心 然后他们也很包容我们 也会来问候我们 就是双向的一个生活 我们学到怎么去进入别人的生活 怎样去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 这样是我们以后成为就是医护人员 我们不只是医病 就是我们可以跟病人有共情 两个医生来实习的 很有友善很有爱心 我们构思的那些玩意 真的非常的穿意 很好玩 然后也是让我们动动脑筋 动动身体 我们这些比较年龄的人 就是很乐龄的人 但是他都可以融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医护人员不止医病 更要学会与病人沟通 期许实习生未来把良善带入医疗体系 守护健康也守护爱 大爱新闻菜籍跟马来西亚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